一个多月来 美国纽约市一直是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最严峻的地区 崩溃的医疗体系 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 让无法出门工作的人们 正处在面临生活 基本需求的困窘之中 给他们食物温饱 这是最基本的 在我们服务的社区里面 他们连这一点点 基本的都做不到 总部就为在纽约市 贫民窟的大都会儿童事工 虽然政府严格执行隔离政策 但他们并不停止 人道救援的行动 因为在这波疫情下 受到最大冲击的 就是穷困无助的人们 他们面临的 不只是病毒的威胁 还有家庭暴力 饥饿之苦与死亡 不只是很多人生病 而是很多的家庭 他们是失去经济的支柱 所以在经济上面 有很多的困难 其实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体现出的是一个基督的爱 我们有提供递送的 我们就是开卡车货车去送 也有是在我们中央外面发放 包括美国的国民卫队 也来帮忙我们 一起做食物的发送 因为隔离政策 大都会原本每周一次的 人行道主日学被迫暂停 因此他们将主日学 转为线上直播 此外 同工们仍然开着主日学的巴士 穿梭在纽约市的大街小巷 鼓励民众的士气 也让他们知道 人行道主日学 与他们一同站立 大都会儿童事工 创办人比尔牧师 每年都会来台访问 也因此与台湾的教会 建立了坚固的友谊 当台湾众教会听闻纽约需要救援时 极客的行动力提供了最及时的帮助 长岛对夫妻 他们因为听到台湾的牧者 跟他们分享 Metro在纽约做的事情 他们非常的惊讶 他们把这些东西 分享给他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很快的就筹到一批款项 亲自开车送来 在越艰困的环境 越能显出人们伸出援手 关怀弱势的良善 期盼有更多的人加入救助的行列 协助他们一同度过这次的危机